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现在就把City Coco小哈雷车 拉出来测试一下最高时速 我们这个车装了一个限速的装置 这个限速装置一共有三档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我按下去是最慢的一档 然后第二档是按出来再按一次是第二档 第三档是按出来再按一下是第三档 等会我们分别测试一下我们三档的时速和这个车的最高时速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摄像机就绑在这上面 对着这两个手机 这两个手机上面都装了GPS测速 这边这个是中文的 这边这个是英文的 这两个最大的数字都会显示最高时速的 时速单位是公里公里每小时 然后下面这个数据是海拔 现在海拔是135米 这个海拔比如说我上波的时候 这个海拔会上升 我下波的时候这个海拔会下降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 这个车是在上波还是在下波的状态 我自己的体重是62公斤 客户要求的是140斤就70公斤会相差一点的 但是我们等会测的时候 这个时速肯定是会超过30公里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测速 现在自己打 这路稍微有点天干的 体长现在是18 最高时速是18以上 体长现在是有点上波的 136这个排8线 18 一档一档18线 一档18线 那我现在到二档 现在是二档 二档持23 有点上波了 130是4线 上波 然后我现在下来测最高 三档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二 好了 那我现在 现在到这里呢 我把摄像机拿下来了 然后准备骑回去 骑回去呢 我一直手扶着龙头把手 一直手呢 我就在拍摄 这个道路的情况 这样会更清楚 那我现在把这个电源关掉 然后开起来 电源关掉一次开起来呢 这个线速呢 它会又从最低速开始的 这个电子线速的话 然后我现在来操作一下 现在开始骑车 好走 我一直手扶呢 可能会不太稳 我尽量会小心一点 那我把这个拉到底 拉到底 现在这个最低的时速是18 19 好我这里按一下 好上来了 这是第二档 22 刚刚是到26吧 看一下25 25就是第二档的速度 然后我现在换第三档 好再按下去 现在第三档是最快的 最快的 最快的 30 31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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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加一个这样的限速呢 主要是安全考虑 因为有些新手他不太会骑 如果速度一下子很快的话会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设了一个电子限速的开关 现在这个是18 我再按一下 应该是连续按两下的 一 二 连续按一下按两下的 现在又是第二速 那是6 24 现在有点上波 好 那我再这块再按 好 现在最快了 最快有点上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手机的数据 这里有一些曲线 这个曲线是左边的这个是速度 你看最上线这个地方是36 所以我们刚刚另外一个手机是34 这两个手机的数据还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刚刚一共测了7.7公里 所以我说英语 今天我们的试试是最高速的试试 我们的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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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速度的速度 3 on this Harley scooter the speed limitation we have three levers let's refresh it the first level here press down in the first level is the second level 第三層 高速度是30kmh 第三層高速度 第一層高速度 第二層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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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